又是一个惠谱 你们说的那个平台我买不到会砍单 后来在淘宝买到是16寸的屏 你们告诉我说是比上一代要强 CPU是i513500HX 其实就是i712700H一样的硬件规格 这一代的4050显卡功耗并不高 所以散热压力不大 应该表现是OK的 价格也便宜 5999 4050约等于3060 大多数普通用户是够用的 5999价格 再加上一线品牌 只要表现正常 那就很滑的来 这些我自己掏钱买的不是恰饭 所有机器开箱过程都是一样的 没必要去后此薄笔 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我马上开箱 开箱前的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是中正电脑 我们会经常开车一些DIY台式机 方案从1000多块钱到1万多块钱不等 大家有自己的方案也可以联系我们的网店客服 长长大大的箱子 但是比较薄 A面的样子 无功无过的样子还蛮好看的 机器右边一个C口两个A口HDMI一个电源 机器左边耳机耳麦口出风口一个A口那一共有4个USB口 这是有线的网卡 作为一个游戏本 出风口在转轴缝隙里 这是光影的老传统了 脚垫在中面的阻力感很好 单手开合不算可以 机身的刚性非常差 屏下面两指多一点 屏是三面窄边框 键盘的手感正常两个回车键 触摸板的手感有点浑浊 电源适配器230瓦 不重也好看 700克 2340克 有电源的运输模式 插电才能开机 键盘的背光是白色 预装了麦克菲卸载掉 BIOS更新 机器有独显之连 性能模式汇放的狂暴和 自动上i5这个CPU是6个大核 8个小核 一共是24兆的3G缓存 TL12是40瓦和130瓦 两条海力士的8G4800内存 主板的BIOS版本是3月23号的4060显卡 库大树2560 96V的显存的位观 6GB的显存的容量 屏是LG1920×1080的分辨率 165赫兹 有独显之连 海力士的固态硬盘 PC801512G Intel的X211的五线网卡 配置上除了屏以外 一切ok 内存速度很高 66.6G每秒 但是延迟也很高 118.5纳秒 老版鲁大师的跑分 新版鲁大师的跑分 这是目前已经跑过的最高分的硬盘 看看温度怎么样 海力士应该不高 有一次 但是没跑出来很快的速度 出缓存是在60G 没出缓存写入是4.5G很快 出了缓存大概是在800M左右 那么平均读是2.6G写入是1G 最高的温度68度 补充说明一下 最近的机器都不更新 去懂是因为你们讲的 说是更新了以后会黑屏 然后更新了也要喷 不更新也要喷 CPU223多核的跑分 10分钟是16000多分 略低于天选的i712700H 左边最低的是神舟的i7 右边最高的是台式机i5 单核是1793 是英特尔CPU很正常的分值 CPU的其他的跑分自己看一下 连续跑3025很大 差值大是不好 最大值是2907是两轮 第四轮掉到了2230 后面基本上是在24几几 三连麦克显卡的跑分是8572 跑分约等于一个3060 跑分的时候频率是在2.52G左右 神舟同样的4050是高4% 台式机的6750XT是13000多分 高60% 格式工厂检视频的时间是134秒 天选的i7块15%将近 按说这两个不应该有速度的差异的 简映这个软件更多是看显卡 所以速度应该是55 到58秒之间 基本上CPU的占用率很小 显卡已经跑满 果然啊 速度在57秒 神舟的4050是51秒快10% 我对键盘会相对敏感一点 可能这个机身偏软的原因 键盘打到底以后没有出力感 扬声器 屏幕亮度 356 328 299 308 305 308 300 306 298 相像的效果很好 这些内部硬盘位跟暗影一样的也是歪的 有意思 这是无线网卡 这是两条插把的内存 比暗影少一条热管和一个出风口是两条出热管 一条吸热管 三个出风口 两个风扇 其实背后是有可能做出接口来的 挺可惜的 这是第二个硬盘位 70瓦时的电池 两边扬声器 放着让他跑时间最长的工业软件 我下班了 瞌睡死了 表格里面红色好 绿色不好 这是一个不好不坏的表现 再来解答一下 采集卡是用来干嘛的 是 把你这些游戏的这些 比如说像温度 占用率 频率等等 都是很重要的数据 包括最重要的帧数 对不对 我们用采集卡 把机器的画面同步录制到我们这台机器上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视频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详尽的这些参数 机器和暗影就不一样 插了采集卡以后 内屏还是独显之脸 包括我们用的监控软件 对帧数也会有一点点影响 但是大家都是公平 大家都开 每台机器都开 对不对 所以我从来只用自己的数据去衡比 不用任何厂家或者任何人的数据 这样是最公平的 这是刺客信条 引领电量 1920×1080的最高画质 左边这一盘 对稍微懂一点点的人 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是必须要呈现的 那天我发了一整段测试视频 对不对 没有剪断 那足以证明 我不是用益控模式不好的 那么造谣我用益控模式不好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你们不去想一想 帧数OK 比神舟高5帧 笔记本的3060是60帧 第6帧 台式机的3060是82帧 内屏黑掉了 外屏又显示 很奇怪吧 我现在Windows键 在那边有显示 在这边没有显示 其实新机器各种样问题是很正常的 我一般不会给你们呈现这些东西 呈现了以后会一堆人说我黑机器的 我现在重启一般来说就会好 比如像现在这个曲线 真生成时间是不对的 那跑出来结果也会有问题 至于什么原因呢 那就不是我的事情了 这是厂家应该做的事情了 重启几次以后还是这样子 那就勉强跑 根本不能作为参考 60帧 不是有人造谣吗 说什么 锁60帧 我试过几次了 怎么跑都是60帧 而且现在又黑屏了 但是外屏 外屏正常 CSGO的GD画质 615帧 帧数没问题 地平线5 53帧是一个正常帧数 3060低18% 4060是83帧 高56% 台式机的6750XT是112帧 高一倍多 我现在关机 拔掉采集卡 再跑一次 现在57帧 那是不是我黑机器了 有没有 问题是大家都一样 所有机器都是一样用的采集卡 赛博朋克2077 反复的崩溃 平常我也不会讲的 很多时间全浪费在这个上面 好了 是最高画质观光追DLSS是自动 83帧是一个很正常的4050 天选的4060是89帧 台式机的3070Ti 新版的是120帧 荒野大标客又爆错 荒野大标客1920×1080的最高画质 这个分辨率基本上没跑过 只能说是一个正常的4050 65.5帧 651920×1080的最高画质 100帧出头一点 这是一个弱版的3060的帧数 最后坦克世界是1920×1080的最高画质 帧数在150 60 这个破烂控制台 我什么都没干 什么都没干 那现在我看一下CPU占用 点右键 任务管理器 看一下CPU CPU有什么负载吗 开始单烤CPU110瓦 大小和频率4.1和3.3G 一分钟就降到了75瓦 机器我是架高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每一台机器 每一台每一台都是这样子的 两分钟左右又回到了80瓦 这个其实就有点像刚才的25 30轮 环渠温度23.5度 烤接了28分钟 大小和频率3.7和2.9G 稳定在90瓦 79度 双烤 显卡的频率2.52G 双烤了很久 显卡是2.52G 60.7度 显存84度 CPU大小和是3.2 2.5 75度 68瓦 机身上很吵 72分贝 是因为它的出风口在转轴缝隙里 人的位置还好 58.9分贝 拆线板上209瓦 总共烤机了一小时10分钟 现在开始单烤显卡 单烤显卡频率没有变化 温度降了一点 今年的4050的机器也就这个表现了 因为确实功耗太低 对机器没什么考验 没什么散热的要求 好机器插机器可能体现在其他方面 比如说噪音啊 屏啊 CPU啊 机身质感等等 这个机器没有什么致命缺点 小操点可能还是它那个控制台 但是使用感受还是比暗影要好很多 你如果只接受一线品牌 那这个机器没问题 5999很便宜 但你如果接受一些二三线 十八线品牌的话 比如刚刚开箱的蛟龙15k 4799会更值得考虑 这种建议在有些人嘴里面叫做拉踩 在我这里他们在放屁 如果不考虑品牌的意见 那它的缺点是 5999却没有上2.5K屏 有人说2.5K屏能不能行 4050 那请问3060行不行 再者 你的笔记本永远在玩游戏吗 玩游戏 英雄联盟和地平线5是一回事吗 明白吧 你有大量的网页视频 文本 图片的场景 明白 考虑到它是一线品牌和服务等等 那这点的翻篇完全没问题 5999 甚至还有性价比 它约等于一个i7-12700H加上3060 对不对 其他就没什么了 总结一句话 5999作为一线品牌可以买 没问题 开箱机折价就减300块钱 就是5699 会随机的时间上架到我们的网店 我们的网店是在淘宝的首页搜中正评测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是在微信里面说中文的中正电脑 公众号才是我们的大本营 内容的首发一般都是在公众号里会找一个礼拜左右